高雄有側速照相机被人恶意的破坏朝着镜头喷漆 导致拍出的违规照片全是模糊的 警方揪出了这名嫌犯 他是趁着深夜没有人的时候 用白色喷漆捧向镜头 落网之后攻称因为日前在这里被拍照取缔 收到了超速罚单 越想越气心有不甘才会报复 大货车边开边闪灯 开到一半突然停下 就见到驾驶打开门爬出车外 以为是车怪了 但驾驶却是手伸超长 瞄准旁边的测速照相机 像是对镜头喷了什么 左边镜头瞬间白掉 右边当然也没被他放过 擅自帮测速照相机扎工 把镜头玻璃变白色 版明故意要让镜头看不见 摄案的是名50岁男子 挑深夜犯案 却没发现当地有监视器 犯行曝光 坦言就是为了报复 曾经在这里被拍下超速罚单 爱罚1600元 越想越气 因此决定把测速照相机的眼睛弄杀 直到厂商发现 近期拍出的违规照片 全雾雾糊糊的 揪出货车司机犯案 如此行进 虽然泄愤 但光维修出股2万元 必须由他买单外 毁损公务也触法 恐遭出5年以下 有期徒刑 违规在先 没反省 心有不甘的报复心态 罚更重 记者综合报导